让一个癌症病人最痛心的是什么?恐怕不是病魔本身,而是添加的抗癌药物,给全家人带来的沉重负担。 看完《我不是药神》,不管是医生还是癌症患者都被触动了。一部电影所触动的是全社会的热点,国家医保局公布了推动进口抗癌药降价、零关税、逐步纳入医保等举措,为社会做了一件大好事,让每一个癌症早用上,用得起好药,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,解决添加药费所带来的沉重负担。 这一举措,万众瞩目,无论是我不是药神出动的社会热点,还是医保局为群众着想推动抗癌神药降价,减少癌症病人负担沉重问题的背后,有一个碗,成为了我们另一个社会焦点。 这个癌症碗一半在桌子上,一半悬空,当我们都在讨论癌症碗,掉下去摔碎之后怎么补救的时候,还有一个选择,只要轻轻地把碗推回去,不让它掉下去,癌症碗摔碎之后的天价费用自然不会发生。 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釜底抽薪,要想让滚开的水量下来,不要总是聚焦不停地加入冷水,而是只要把下面的火关掉就可以了。 而癌症碗的火爆也恰恰在于警示我们要更加关注癌症的早筛查,早预防,降低癌症的发病率。 国家卫基委联合16部门推出了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,计划中用了预防癌症,客部容缓四个字,并提出了十项主要措施,包括推广癌症筛查及早诊早之策略, 优化筛查是一技术,扩大早诊早之项目覆盖面,探索建立防癌体检运行机制,加大中医药防治癌症工作力度,强化肿瘤中医临床防治能力建设等诸多举措,我不是药神,热应的背后是社会问题的表象。 国家卫基委、医保局众多的利民举措是关心群众,为群众解决沉重负担的核心,而癌症满的热意背后,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是,只要自己别的癌症,谁都不难,别给你自己找罪,别给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,也少让政策举措为你操心,热点终究会过去,癌症仗在谁身上谁知道, 面对癌症的高发病了才,每个人桌子上都可能放着一个癌症吧,推回去或者等掉下去摔碎了再花钱弥补,你自己选择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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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